release relax 輕鬆聊歷史 今天跟大家聊聊什麼呢 前陣子我們說驚嚇水域發生了一些衝突 也就是中國有一艘三無船 在這個驚嚇水域在那邊有一些鬼的動作 所以被我們的海巡要藍艇檢查 那當然我懂得照理用 那在這個逃跑的過程當中 他們進行了一個所謂的髮夾彎 類似髮夾彎式的大迴轉 所以翻船了 OK 那最近有很多資料顯示 這船上這些船員似乎不是一般的漁民 OK那當然有人懷疑他們有軍方的背景 有人懷疑他們有武警的背景 OK 那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聊聊 古代軍隊 他們到底怎麼自仇裁員 如果你有看過一部 這個 大陸劇叫做走向共和 那當然我們這邊跟大家聊聊走向共和 是我這 這幾年來看過最好的 所謂的歷史劇 為什麼這麼說呢 那某一種程度上來講 當然這部戲不是 也不是近幾年才出的 我印象到最少20年前就出了 而在走向共和裡面呢 有很多的情節 基本上在現在的中國來講他可能就已經不能再談了 然後有一些 也不能說諷刺啦 就是可能 對於經商OK 有一些這個 可能不太禮貌的一些 隱色OK 那當然 那個年代我們還沒有現在的經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走向共和裡面有一段 OK 李鴻章一生做幾件大事 那其中呢 我們說他簽了很多上權盧國的條約啦 什麼的 那這個我們以前幫他平反過 以前幫他平反過 那再來呢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就是所謂的自強運動 跟 這個這個這個 北洋艦隊 OK 那其實我們大家大概都知道了 當年的北洋艦隊 號稱亞洲第一雄師 可是 其實裡面是老小小 為什麼 第一軍費他是不夠的 大家都知道慈禧無用了北洋海軍軍艦的預算 去修建遺和園 那 如果說這邊我們要再深入探討 這件事情到底是對還是錯 你對比明治天皇的態度一樣 明治天皇當時要興建所謂的這個 現代化的艦隊 包括他要買那一艘吉野號的時候 明治天皇不但帶頭捐款 皇后也捐款 而且明治天皇一天內就只吃一顆饅頭 噢 號稱把省下來的錢 要去買吉野劍 OK 那對比我們的慈禧太后 他當時 我們泱泱大國 我要過六歲大壽 所以我新建了義和園 所以挪用了軍費 OK 好了當然這個在歷史上有很多爭議 但是如果我們單純就這些事情來說 其實你不能全怪慈禧 第一 沒有人算得到日本的崛起那麼快 而且日本對所謂當時的大清帝國 有著狼子野心 第二其實如果說if 可能的話 當然歷史 不能說如果 但是如果說歷史都不能講如果 不能假設 歷史也就是太無聊 他只是一些資料堆砌 那 有一個 有一派說法是這樣子的 其實如果說 當年 甲午戰爭往後再推延個10年 或者是20年 而慈禧 真的在那段時間 把義和園也蓋好了 好那他真的就是要退休了 OK 那 將整個權力 移轉到了 光緒的身上 是不是 當時的大清帝國會有另外一番的面貌 那當然這一切都是假設的問題 OK好了我們來講走勢這件事情 在左相共和這部連續劇裡面就有做到這一段 當時 有人查到北洋艦隊走勢 包括走勢一些酒瓶 還有走勢人生 那他去問李鴻章 李鴻章 他其實也沒有辦法處理因為你要知道我給的軍饗就是不夠 給的軍饗不夠你沒有錢你怎麼帶兵沒有錢你怎麼養出虎狼之師 OK 那一樣的事情其實在台灣也 發生過 台灣我們說軍隊來走勢 那在中國 這個這個這個事情在中國是常態 好是常態 OK 這個 包括我們說進憲單你也看到 軍方 你說軍方國軍不是應該要這個保衛家園而已嗎 NO 在中國的解放軍解放軍有解放軍的系統 解放軍也有解放軍投資的生意 打個比方吧中國有個非常出名的叫保利集團 OK保利集團他們做了很多他們的這個 企業包山包海都有 但是保利集團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很大一部分 是做所謂的古董文物的買賣 英法聯軍的時候火燒圓明園 那圓明園的最出名的大概就是十二生肖頭 其實如果你單純從藝術 古董 古玩的角度來看 十二生肖頭基本上也沒有多少所謂的藝術價值在裡面 你看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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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手有沒有 那個那個老虎磕得跟土狗一樣 但是為什麼如果說這個 十二生肖頭一旦如果拿出來拍賣 那個都是以幾億幾億的港幣成交 其實他背後所隱藏的 他不只是一個藝術的價值 而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 好就是當年我們失落在外國東西通通都要買回來 他有很大的意義是在這裡 OK那保利集團他們 買賣古董其實最重要的工作 當然這不是我講的 這個這個也不是江湖傳說有做過這樣子的報導 其實在古董買賣裡面很大一部分在幹嘛 在洗錢 好在洗錢 OK 好比如說 這一張畫明明就只50萬 OK 好但是你有一筆 這個不是很乾淨的 比如說回扣要交給我 那怎麼辦 我就把這張畫拿到藝術的拍賣會場去拍賣 OK好那 你跟你的合夥人 比如說你要一億要交給我 你們兩個就到現場去 把這張畫的價值給喊高 好底拍 50萬 有沒有人出價 200萬 500萬 1000萬2000萬3000萬5000萬 8000萬一億成交 那這筆錢 順利就交到你的手上 那這個就不是 骯髒見不得光的錢 這個就是 我經過了 我也不知道這個古董那麼值錢 我也不知道有人要 正所謂黃金有價欲無價 這個東西有人要 他就值那個錢 OK好 除了我們剛才講的這些 包括我們說進憲代解放軍 也做了很多官島的生意 直接用軍 用軍艦把這些外國的東西運進來 然後賣給當地的人民 好 那這個以外 我們說回到我們說驚嚇水域 金門最出名劍行走私的大概就是 我們說金門有一個營叫虎鷹 虎將 虎連 虎連將軍 在金門人稱金門的恩主公 他在那邊做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我們說 現在金門文明全球的金門酒場 也是 層次於 虎連將軍之首 那當年的虎連將軍 就利用軍艦來走私 怎麼走私 回 這個我們把時間往回 推個六七十年 國民政府簽台初期 你說不是帶很多黃金來 這個都有檔案 帶來了黃金不到一年的時間就花了八成五 也就是說你現在看到中央存的那麼多黃金 不是當初帶來 都是後來在買的 OK 好 那 這些軍隊到底怎麼樣 所以虎連將軍就利用軍艦來走私 再回到那個六七十年前 那時候台灣有非常嚴格的外匯管制 可是我們知道金門很多人 他們到海外去工作到海外去做生意 像最多人就跑到所謂的文來 有沒有 這個南洋的那個文來 做生意 那很多人要把錢寄回來 但是因為台灣有外匯管制 那時候有嚴格的外匯管制 不只是外匯管制是嚴格的外匯管制 那些錢弄不回來怎麼辦 那就透過第三地 比如說就放在香港 所以那怎麼辦 胡連將軍就派人到香港 開始軍艦 到香港 然後去把這些委託的 這個外匯 把它給領出來 那領出來之後他就在當地或者到其他地方來去採購很多的商品 而把這些商品再運回到金門或者是本島台灣 把它給賣掉 那賣掉之後這個商品他當然一定賺錢 那賺錢 除了說 拿來養軍隊以外 那原本 比如說他們領回來的那些外匯 再發還給當地 比如說 這個 小官 這一千塊美金是你兒子寄給你的 五折 這個 你兒子本來寄給你也是一千塊美金 那既然叫五折 那我們就是給你五百塊 類似這樣子的意思 好那這些錢一樣還給人民 但是他中間的賺取加差 那你知道 在那個年代就有人 當了要北岸 到蔣介石面前 這樣 這個這個這個胡連走私 那蔣介石聽完之後也召見了胡言將軍 他就問胡連你為什麼走私 胡連說 報告校長 或者說你的報告總統 我不是走私 我是走公 OK 這些錢沒有進入我的口袋 我沒有中保私囊 一樣拿來照顧我們這些軍中的弟兄 並且人民的錢我一毛錢也沒有拿 我們一樣發還 你該多少我們就給你多少除了五折 被扣了五折以外 每個人都拿回他原本的錢 OK 所以 在傳統的 不管說是古代的軍隊 華夏社會 有這個情況其實是很 正常的 那再退一萬步來講 我們說你說 西方的軍隊也這樣嗎 西方軍隊一直都是這樣子 一直到一次大戰以後 我們就舉個最簡單的 英國皇家海軍 其實英國皇家海軍基本上跟英國皇家海盜是沒有多大的差別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在西洋史上有個非常知名的艦隊叫西班牙無敵艦隊 西班牙無敵艦隊是不是很厲害說叫無敵艦隊不是 是他的隊名叫做無敵 OK 好就像你組一支棒球隊叫冠軍棒球隊但不代表你可以拿冠軍 那西班牙無敵艦隊的當時 在 所謂的地理大發現之後 有兩顆牙最出名西班牙跟葡萄牙 而西班牙跟葡萄牙都非常用力的在經營所謂的中南美洲 因為中南美洲有很多的貴金屬 包括黃金白銀跟銅 OK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經過這些所謂的大西洋海域的時候出現了很多海盜 那其中最出名的當然就是英國的海盜 所以很多他們好不容易帶回來的這些物資 黃金都被英國海盜搶了 當時西班牙的國王就跟英女皇抗議 一馬 光光你們家的海盜 英女皇聽一聽 有道理 所以他召見了當時海盜的首領 德雷克 閨下英女皇 抽出了他的配件 砍他嗎 不是 把他的配件靠在德雷克肩膀上 我現在正式封你為德雷克男爵 以後你搶到的東西 我一人一敗 OK 這就是當年的英國皇家海軍 其實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前 英國皇家海軍還有那個海盜的傳統 好就是打到我們說打仗勝利之後的戰利品 大家來 把他給share掉 那有一個說法是這樣子 當年封德雷克 好像是伊麗莎白女皇 那 後來跟這個西班牙打了所謂的無敵艦隊之役之後 英國大獲全勝 那英女皇當然要上船去繞軍 那當時德雷克不知道 這些還是隨手 都是大佬粗 就像你在看神鬼騎航一樣 缺隔壁斷腿的手勢的鉤子 角絲塊木頭 然後這個眼睛的這一種 怕他們上船 所以雖然那時候 這個 伊麗莎白女皇年過半百 但風運猶存 怕這些大佬粗 對英女皇下手 所以 當時海盜的首領規定 當英女皇登劍繞軍那一撒那 現在所有人都要用手遮住自己的眼睛 女皇上船去繞軍 為什麼所有人都用手遮住自己的眼睛 就說 這個是表示對女皇的敬意 OK 這就是我們後來敬禮的遊覽 你說不對啊 那敬禮應該這樣敬啊 怎麼會這樣敬 你會偷看 哎呦呦 漂亮喔 這背部不錯喔 那這是都會傳說 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在以前的一些 所謂的 敗關夜市裡面 看過這樣的消息 而這一次的驚嚇水域 我們所謂的中國的 山巫船之類 翻船 那也有兩個人 不幸罷難了 其實呢 在這樣子的 海域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它當然 有很多行程的因素 不過呢 我們說 如果我們的海巡 他是正常执法的话 我们应该要给他们支持 那当然啦 像这样子的所谓的海难 在台湾周遭沿海还有很多 还有很出名的 是2013年的广大新渔船事件 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 所以呢 以军舰或者是军方进行走私 这个从以前到现在 它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事情 OK 好了 旅历史 relace 轻松聊历史 我们下次见 拜拜